美妙 pathする Bibホールの書籍 Bullですか eta is a Christian 菩老师 那扮卖董 就是要踩在櫃 那时候他就造全社會主持 要扮卖董 基督佛你能蓋一百多桶的地位 什麼叫教友 天上大哥把你撈開 天上大哥說什麼叫教友 有救就會救的 那叫做教友 我說 你說得很傳神 你說得很逼真 但是我都跟耶穌愛好 我都叫耶穌去救 我跟大家說 這裡所有都恩典 方年寶老師 我不認識她 天主招教來的 小倩 我不認識她 天主招教來的 你看到了這裡所有的成員 通通是用耶穌教的 不是我打電話的 所以感謝主 讚美主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就把心靜下來 我們呼求耶穌 呼求聖神 充滿我們的心 靜靜我們 我們把第一堂課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就把第一堂課交給 方年寶老師 他為我們講天主是愛 那他講完之後 接下來是我們的 義華大哥為我們見證 各位大家好 我是我們嘉義無縫堂的教友 我心方 我叫方林寶 但是基本上不太有人知道我叫方林寶 因為他們都只叫我阿寶 這樣子 所以呢 我也很習慣 就是阿寶兩個字就比較簡單這樣子 反正就是很飽嘛 對不對 所以很容易記得 好 那今天呢 臨為壽命呢 就是要來講第一堂課 天主是愛 這個我也覺得天主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 然後就去答應說要來講這個課 雖然這個以前我上過了 可是也很久的是 但是我都是跟妳們一樣坐在下面 我沒有站在上面來 那今天感謝主給我這個 智慧跟勇氣啊 就坐在這裡 好 那你們手上不是都有講義嗎 有嗎 有沒有演習手冊 對 好 你們開始要打開你們的演習手冊 你才知道我們開始在講什麼 演習嘛 就是有一點點上課的感覺 不是只有聆聽 就是因為你聆聽過了 你就出去外面大概就忘了百分之六十了 但是你有手冊 我們還有發筆給你 還有筆記本 如果你覺得哪一句話是受用的 你就把它記起來 或者是你聽到某一個 我們兄姐的一個分享 你也可以把它記起來這樣子 所以要善用你手上的筆本 好 這樣子 我們來 好 我們今天就開始來上我們第一堂課 天主是愛 天主是愛 那存留在愛內的 他存留在天主內 那天主呢也存留在他內 這是若望一書第四章十六節 這麼講的 開始講這一堂課之前 我覺得天主也真的是在帶領我 我在講這一課之前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個小小故事 就是二十年前 我臨習二十七年了 然後在二十年前呢 我也去那個主席天主場 參加我們這一堂課 聖神內更新研習營的課 那時候教會沒有什麼研習會 但是我們的聖神同島會裡面 確實就是有這樣子的研習會 那這個研習會已經二三十年了 至少我在的時候已經二十年了 對不對 那我之前的前輩兄姐 已經辦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所以呢 我看到好多人 光是天主是愛啊 一切歌頌都在跳舞的 我就知道他就是老的 他是非常很資深的一個 同島會的成員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真的是很開心看到 我們的弟兄姊妹 因著耶穌 我們又聚集在這裡這樣子 那我要分享這個故事就是 二十年前呢 我第一次參加這個研習會的時候 我去我們在主席天主堂 那我們就是那時候是六日 所以呢 第二天就有一台彌撒嘛 主日彌撒 上什麼課程我已經忘記 因為那時候我才臨行沒有幾年 所以耶穌啦聖神啦 什麼三位一提啊 我完全都不知道啦 反正也不認識啊 也不太熟啦 反正就是跟著先生去彌撒 偶偶翹課 也不太進堂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參加研習會 那去參加研習會的時候 我就是啊 就跟著大家就坐在下面 那隔天你要彌撒嘛 我什麼都忘記 就只有那一台彌撒 最沒有讓我忘記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彌撒的時候 我們不是都要出來領聖體嗎 然後領聖體的時候 我們也 我們的神會會講什麼 四個字 基督聖體有沒有 就是然後就發給你聖體這樣子 對每一個教友都是這樣子講 耶穌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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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發 可是我也是就這樣子排隊啊 然後就走到面前 然後要去領聖體的時候 神父居然 聖體這樣拿出去 又拿回來 不給我 沒有給我 我也很驚訝 我是教友啊 為什麼不給我呢 那時候那個神父是羅東醫院的楊家門神父 現在我不知道神父在哪裡 但是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有神恩的人 也是一個很會講課的人 也是一個很棒的神父啊 那他在發聖體要給我的時候 把手又收回來 然後他居然抬頭看我 我也看他 為什麼你不發 我是在低估啊 為什麼你不給我聖體 那他看我的時候 他只對我講一句話 別人都是耶穌聖體發喔 可是他只對我講 只對我講一句話 喔 耶穌很愛你耶 耶穌很愛你 基督聖體這樣 我就領著聖體 然後跟那句 耶穌很愛你 就回到我的座位 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主啊我感受不到什麼是愛 我也不知道你說的 你很愛我愛在哪裡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那句話一直烙印在我的心中 我只知道耶穌愛我 一直到現在 我都覺得耶穌愛我這樣子 什麼時候我開始體會到耶穌愛我 是十年前我才開始體會到耶穌愛我 所以那二十年前的那句話 居然這樣子深刻的他應驗在十年後 我開始體會到耶穌愛我 那當然這生命歷程 這也是又一篇故事 我還可以見證一篇的一個講稿 但是我現在要講 所以那時候 不要小看你今天來參加這個演習會 耶穌正在愛你 所以你一定要打開你的心 好 這就是我那個二十年前參加這個演習會的 一個最棒的一個經驗跟禮物 好 那天主是誰啊 天主是誰 天主就是萬物的人與萬物的創造者 但是天主他創造人卻是獨特的 因為天主他是按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樣來造人 那人呢 我們人分享天主的生命跟特質 所以人富有尊嚴不是物品 簡單來說 人效事天主不是指外貌的相近 因為天主是神 他是無形無相 我們看不到的 但是效事是指 效事天主的美善 智慧跟愛人 所以我們可以運用自己的自由理性的自由主動 去關懷別人這樣子 所以另外一方面 當我們在看到別人的悲慘的時候 或者是人的難過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有一份憐憫心 這份憐憫心就是效事天主的特質 那在創世紀第一章 天主是創造者 天主是神 他是從虛無當中去創造一切 他有他的計畫 他是有秩序的去創造這個天地的 所以他沒有第一天就造了人 因為他沒有讓我們活在那個黑暗裡面 有沒有 所以呢 他第一天他就開始創造什麼 天主事先就開始創造大地海洋 再來就是日月星星 再來就是生物植物 各種野生 所以在每天的創造後 天主認為好 當一切準備好的時候他才創造人 所以我就覺得天主真的是很有愛 在還沒有創造我們的時候 就已經讓我們 事事都幫我們準備好了 這樣子 在出古記第三章十四節的時候 天主是自由者 天主向梅社說 我是那位自由者 又說你們要像以色列的殖民 說那自由者打花我到你們的 這裡來 那這裡呢 我們又在若望藝術裡面有提到說 天主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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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是沒有一點點黑暗的 那若望寫給信徒的信裡面 他指出 天主是光 在他內是沒有一點點的黑暗 光象徵的天主的聖善純潔 天主是光 意思就是說 天主的光照人認識真理跟道路 所以在天主內沒有邪惡的影子 我們在光中行走 如同他在光中一樣 我們就會彼此的相遇 有沒有人聽不懂國語的 我們因為我們有長輩 所以聽我都講國語 台語偶爾再講一下 好第二點 天主的愛 天主他這樣愛了我們 甚至四下他的獨生子 來到我們的身邊救贖我們 耶穌基督的降臨 他會使我們有更好的一個生命 所以在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節裡面 天主盡這樣愛了世界 甚至四下他自己的獨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上亡 而獲得永生 信耶穌得永生 很多人都會以為說 我們永生就像一份獎賞 好像學生得到獎學金的感覺一樣 我們聖言會的一個張神父 張日亮神很好玩 他每次在講到這句話的時候 他每次在分享道理的時候 他就會給我們很幽默地說 信耶穌得永生 素我吃素我情 這樣啦 然後缺責不用行這樣啦 沒有這是開玩笑 就是他在解釋這個永生 也是讓我們知道什麼叫永生這樣子 所以在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節說 天主盡這樣愛了世界 四下無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上亡 而獲得永生 我們都期待我們以後能到天堂去 可是我們還要 在這段路上我們要有很棒的一個 跟天主合作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能有這樣子的一個信仰 完全是因為天主竟然愛了這個世界 天主竟然愛了我們 所以他並沒有憑空地去談論我們的愛 而是派遣他自己的獨生子耶穌 來到為證明他的善意 所以即使你感覺不到他的愛 我們也要學習 因為相信他超過感覺 在我們每天很雜碎的琐事裡面 我們可以選擇信愛天主對我們的愛 而充滿信心的和喜悅的去過日子 我們要用真心的微笑去待人 天主他不是遙不可及 他也不是一個高高在上 隨時在監督你有沒有犯錯的判官 然後來處罰你沒有 天主不是這樣 所以在耶穌米亞先知書 三十一章第三節說 天主是一位滿懷慈悲的父親 他曾說我永遠愛你 因此我給你保留我的仁慈 永遠喔 永遠喔 有時候情侶都不一定要永遠 有時候夫妻也不一定會永遠 但是天主的愛是永遠的 不管你在哪裡 不管你做了哪些事 他永遠愛你 這就是天主的仁慈 所以主曾說啊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這句話是我最近才看 因為我們最近有婚禮 在戀婚禮有一首歌叫蒙約 所以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這個是在愛的蒙約裡面 天主就是這樣子對我們說 所以我們都渴望得到這種無條件的愛 可惜呢我們所經歷的傷痛灰心失敗 它會讓我們感覺到自己很像不可能被愛 很多人在他犯錯的時候 他有很大的自救感 他覺得他自己不夠被愛 或者是他覺得不配 但是天父我們的阿爸父 他正張開雙臂 邀請我們去經歷他的愛 然後投靠他在他的愛的懷抱裡面 所以很多的問題 有時候你覺得得不到愛 不是因為耶穌沒有愛 是你不願意讓耶穌愛你 這是我們人常常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第三點他深愛著你 他願意去照顧你 他給你有一個更好的生命 因此呢他說啊 我要親自慕放我的羊 親自使他們握下 無主上主的斷雨說啊 失落的我要尋找 迷路的我要領回 受傷的我要包扎 病弱的怎樣 我要療養 肥胖跟強壯的我要看守 所以呢我們要按正義去目放他們 這是在二者科爾第三十四章十五節裡面 講到的這樣子 所以耶穌說我是善目 那我認識我的羊 我的羊也認識我這樣子 所以耶穌他是非常 所以不管你在哪裡 他都可以把你找回來 所以每次我看到這個 耶穌說我是善目的時候啊 我就會想到一個畫面 就是耶穌背著 就是有一個畫面 就是有一個 一個耶穌然後背著一隻羊 回來的那個那個畫面 不管是在 主日學的課程裡面 或者是我的 我的那個可愛的雕像裡面 都會有這個 這個這個 我就很喜歡這個 耶穌善目這個圖案 那我們身邊啊 常常有人啊 因為個人的問題 還有忙碌 而被離天主 可是天主他 從來沒有離開我們 是我們離開他了 或者是說 太久你沒有去教堂 之後呢 就不敢再進去了 我們在每個禮拜去 拜訪教友的時候 我們發現某個教友 欸奶怎麼覺得很久 那我們就很好奇 欸她生病了嗎 或者是說她出了什麼事 或者是 但是沒來一定都有事 一個會來 臥密沙的人 她就自己會來 可是她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一個月兩個月 都沒有看到她一定有事 所以我們的聖母君的媽媽 所以我們小倩也是聖母君的 非常棒 她是每個禮拜人 都會去把她抓出來的 小倩是一個非常棒的 一個聖母君的團員 那很多人 我們去問過她 為什麼不來教堂 有一個媽媽 她居然跟我們講說 因為我已經一個月沒去了 我不好意思再去 因為人家會說 你怎麼那麼久沒來 那教友真的要有愛 不要用那種 你怎麼那麼久沒來 這句話就把她問死 她下次真的不敢來了 因為太丟臉了 所以你要說 你好久沒有來 所以身為我們 我們既然都要領受天主的愛 你在那分享的愛裡面 不要用指責 你為什麼那麼久沒來 你怎麼都沒有來彌撒 這種語氣讓人家就 就感覺 這個 那我來幹嘛 這裡都沒有愛 不敢來了 所以基督徒就是要把愛 掛在嘴邊 要把愛活出來 所以我們剛才唱那個活出愛 就是我們要把愛活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那我分享我個人的經驗 就是我分享我的先生 他因為他 哈囉 因為我剛剛講到說 耶穌是善母嘛 那耶穌會親自找他的羊 那我就分享我的先生的例子 我先生他 他因為要承擔我公公的負債 所以他非常努力 努力的 大概15年以上 很努力很努力的賺錢 然後要還那個負債 所以他每天非常努力努力的工作 所以有很長的時間 他不進堂的 因為他沒有時間進堂 他覺得 禮拜天是他生意最好的時候 他一定要固定 他一定要做生意 所以他不進堂 那他 他一年只會去復活節 聖誕節跟過年 所以他會這樣子 稍微去朝拜天主一下 那其他的時間 他就覺得 那都不重要這樣子 那我跟我婆婆呢 就非常非常的 因為他不去 我們就要更加倍去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為他祈禱 所以我每個禮拜 忘彌撒的時候 領完聖體 我一定會跟耶穌講說 主啊你真的早日 幫我那個 我的先生要早日 帶回你的羊帆 那你一定要幫他 因為我們講都沒有用 他都不聽 他都說他很忙 他很忙 每次都說他很忙 然後他也覺得我們很唠叨 然後我們只能跟天主說 這個人只能求你啊 幫他帶回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每一個禮拜的意象 都是一樣的 就是為他 早日回到羊帳祈禱 早日回到羊帳祈禱 求了多久 13年 我求了13年 同一個意象 我求了13年 13年後 我的先生就剛好 也就在 有一個 就 就剛好有機會 就遇到一些 就有幾個弟兄 弟兄就說 那個 我可以幫你 就看到有一次就是 需要帶一群弟兄 然後那個弟兄就說 突然就跟他講說 我可以為你副手祈禱嗎 然後他想說 我跟你不是很熟 只是當司機而已 你突然要幫我 我副手祈禱 然後呢他就 他就怎樣呢 他就只好就坐在車上 被那個後面旁邊的弟兄 就幫他副手祈禱 就在那個時刻 他被聖神觸動了 他哭到不行 他那時候 才真正悔改說 原來主啊 不是只有我最大 原來我旁邊還有一個更大的 在那邊 從那刻起 他的生命 完完全全的更新 他每天到教堂去往弥撒 直到現在 有10年了 所以我求了13年 你覺得值得嗎 值得嗎 值得 20年要不要等 要 因為那回來 天主給的回報是 無限大的 這麼大的祝福 所以天主聖神觸動他之後 他的生命更新 所以他每次去 去望弥撒之後 唱到光榮送都哭到不行 一直哭人 就說你在哭什麼 他說 我唱到光榮送 我就非常感謝主 感謝主給我這樣子的苦難 感謝主給我在苦難後 又給我很大的祝福 什麼叫很大的祝福 就是因為他現在已經把所有的負債都還清了 這樣子 這個祝福夠不夠大 所以呢他現在就是很全心的 就在教會幫忙 所以目前他今年他就當無縫堂的主席 這樣子 也很累 我也很累 因為一人承擔有兩個人要做事這樣子 超累的 所以呢他那時候 其實他雖然沒有來教堂 可是他心中有一個很大的願望 就是他很想說主要你趕快讓我解脫 趕快讓我解決我的困境 因為我很渴望 我每次都是老婆去教堂 我都沒去 可是我很喜歡 我的有一天 是帶著我的孩子跟老婆一起望弥撒 我們的祕書長今天剛好也力臨我們這邊 我們歡迎我們的祕書長 我們也請我們的祕書長來為我們勉勵幾句好不好 講勉勵不敢當啦 我的大修院院長張神父在這裡啦 然後呢 在座姐妹弟兄們 特別也跟大家報告 理修女啊 趙修女啊 在我自己 學習或者是認識 聖神神恩 現在叫做神恩復興共榮服務 然後團隊 然後呢 我們聖神同島的學習旅程裡面 收回他們很多 所以呢 簡單的跟大家報告 最近我可愛的學長 金玉瑋神父 他講到聖神的時候 他都說 世間有雞加酒對不對 就是我們去旅遊啊 都會提到 怎麼樣更划算 怎麼樣呢 更旅程豐盛 然後呢 更愉快舒服 可是他說 我們在信仰的旅程裡面 其實也有七加九 各位想到什麼 七加九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我們 充滿著聖神 我們會有聖神七恩 然後呢 會產生九果 九個果實 那 後來我的學長 他也特別提 教理 現在呢 不只九個果實 現在是十二個果實 那九個果實 是聖經裡面的教導 其實如果我們看十二個果實 可以說也是從九個果實 延伸出來的 那我自己一直在 有機會被提醒 或者是被召叫 然後學習反省 怎麼樣在天主聖神的推動下來生活 就是因為呢 從這七個神恩 九個果實都可以體會到 都是從天主而來的 都是屬於天主的 所以恭喜大家 因為大家呢 一起來 在我們的 這個 生活營裡面呢 學習 其實呢 就是不斷的 豐盛 增加我們的 七加九 那所以呢 希望各位 在我們的 團隊 神恩 父親 共榮 服務 其實我後來覺得 很重要 因為呢 這剛好表達了 我們這樣的一個 祈禱生活的 這個實現 或者是特質 所以 我們一起在這條路上 學習 謝謝大家 謝謝秘書長 秘書長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們接下去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那個我的先生啊 他就是一個 嗯 他現在就很棒的回到洋站 所以我們每天就是很 每個禮拜最重要就是都要去忘彌撒 就是這樣 然後忘彌撒不行就開始就 那個說我們的六日是最忙的 非常忙非常忙 忙到不行這樣子 好 那 所以我們在這裡領受天主的愛的時候呢 我們 我們 彌撒晚的時候呢 很多人他在彌撒的時候 他很棒 他覺得他跟耶穌在一起 所以他領了聖體之後 他非常感受到耶穌的愛 可是有的人啊 他領完聖體之後 出了聖堂大門之後 他開始回到他一般的人的生活裡面 開始回去罵 罵小孩 罵老公 打小孩 然後跟鄰居吵架 很多人也是這樣在過他的平凡日子 可是我們要活出基督徒 我們就要有愛的基督徒這樣 那天主對人的表達的 有不同的方式 第一點我們 就如同父親對子女的愛 真言二十二章第六節說 欸 教養孩童啊 你要讓他走 你要走當行的道 然後就是到牢 他也不會偏離 所以在真言的經文裡面呢 我有很多次勸勉 父母要趁孩子小的時候 就要教導他們是非對錯的標準 所以有愛心的父母知道 他們的孩子跟成年人 一定一樣有自由 一定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所以他們不會只告訴孩子說 你要做什麼 而且是要幫助他說 你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嗎 所以呢 這樣子孩子長大以後 他才可以自由 而且明智的去做出這個決定 成為一個成熟跟有責任的人 所以很多父母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都說很多媽寶 尤其是在這個社會 孩子生的少的時候啊 我最近聽到就是 我家鄰居就是在聖馬醫院工作 就是我們院長的特助他們那一家 他們說每天都說慘了 我們醫院都缺乏那個護士啊 我說所以那個病床都不能開很多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沒有人要來當護士 我說蛤為什麼 他說那個父母那個孩子回去 哇太累了 要輪班累了 父母就說不要做好事啊 好啊 所以我就很擔心那個護專 不知道到時候有能招得到生嗎 後來我們有很多的那個大姐姐 他們也是當護士 都說都已經都快不想當 因為都護士缺了 所以呢 很多人就是因為都怕孩子吃苦 很多父母都會擔心 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太累了你不要去好了 所以很多公司啊 都招不到人 員工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的孩子我就會 我不是這樣子 我說你就是要出去 你沒有吃出你怎麼知道苦 你就要趕快出去 尤其他現在要上大學 所以我就叫他趕快出去 趕快出去這樣子 可是也不能表現太那個 他會以為媽媽不愛他 所以有時候父母很難為 太趕他出去也不是 不趕他也不是 所以我們也是要有智慧 智慧怎麼來 求天主 就是要求天主這樣子 我們沒有辦法 時時刻刻跟我們 待在我們的孩子的身邊 可是耶穌卻可以 時時刻刻的照顧你的需要 有什麼事我們就跟耶穌求吧 那第二點 母親對子女的愛 在伊撒伊亞先知書66 章13解說 就如你們怎樣受母親的抚慰 你們就要怎樣去抚慰你們 我也要怎樣去抚慰你們 你們必須在耶路撒冷享受安慰 主在創造人類的時候 似乎把寬容有沒有 把寬容這個美德啊 放在女人的身上 女人的生命裡面 所以靠著神的恩典跟對她的信心啊 每一個母親都可以塑造出一個 非常美麗的生命 即使你的兒女有失敗 她犯了錯 也只有母親的愛能修補那些創傷喔 所以人雖然有錯誤 但神從不務事 我們的主是不務事 所以相信主跟主祈禱 他能將壞的事情變成祝福 這是非常 所以你不要看到你眼前的那份苦難 苦難背後是一個更大的祝福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子的 可是你沒有遇到的時候 你一定不相信 我們遇到了 所以我們相信 我們非常相信的 我的小孩今年十八歲 所以今年要上大學 他今年出在面 今年一月是考學測嘛 他在一月的時候 要準備大學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考學測這一年 就是高三的那一年啊 準備的就是每天喔 就是每天都在考試 每天都有考試 他每天都在讀書 所以有讀不完的書 然後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的小孩啊 從小到大 他如果被爸爸罵 或者是犯錯了 或是他自己讀書 考試考不好 他有挫折的時候啊 都會導致他情緒不穩啊 他會情緒不穩 那所謂的情緒不穩 就是說他有時候會 會一直打東西 比如說打 他是應該不會去打牆啊 我都會聽到 啪啪啪的聲音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家從來不會有這種聲音 可是為什麼突然 他的房間會突然出現這個聲音的時候 我就會去關切一下 你是在玩球嗎 怎麼會打到牆壁這麼大聲這樣子 但是後來他不是在玩球 因為沒有球啊 我說那是聲音是怎麼來的 原來是他去打的 他要發洩他的情緒 哇那時候我才知道我的孩子怎麼 怎麼這麼可憐啊 但是我是媽媽 我必須要表現得非常的堅強 我必須要 我都快跟他哭 可是我必須要很堅強 所以我只能跟他講說 我說好好好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你非常辛苦 但我幫不了你 我沒辦法幫你讀書啊 那我們現在來一起做祈禱好嗎 欸我的小孩喔 他在情緒崩潰的時候 我要他祈禱的時候 他非常渴望 他說好 所以我們就祈禱 所以我們在同島會裡面參加二十幾年了 我們最會的就是什麼 護手祈禱 所以這一點我還會 我至少有學會啊 所以我幾乎是從小到大 我的小孩那麼小欸 他現在時時刻都會找我祈禱 所以我在幫他護手祈禱的時候 他是那種崩潰 然後我到最近就是今年初的時候啊 他在考試學測的 考試的前一個月 他突然讀不下去了 完全讀不下去了 然後抱著我痛哭這樣子 大哭一場 我想說慘了 就要考試了 他怎麼會有這種心情啊 然後我說好好好 我們趕快來求耶穌寶給你智慧 還有給你穩定的心 我們來祈禱 所以呢 我們兩個就用我們這樣習慣的方式 我們就這樣幫他祈禱的時候啊 很奇妙在我在幫他用一句祈禱的時候 他那個憤怒跟那個沮喪的那個崩潰的心情 他就是慢慢慢慢的安靜下來 安靜下來我聽到我就一直幫他祈禱喔 祈禱到他安靜下來的時候 我發覺欸可以了 我就說那你好了嗎 那我說沒關係 所有一切就交給天主 反正你是祖祝福的孩子 祖會帶領走你要走的路 所以我們把一切交通 因為我們不是最棒的 但是祖可以 所有的事情祖可以 我都是這樣跟他講 他非常有信心的 眼淚擦一擦之後 繼續坐在那邊讀書 我說我到我的房間的時候 我說我感謝主 你又給他力量了 所以那一次之後 他到現在就每天都很快樂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幫別人祈禱 我們要幫我們的孩子祈禱 我們要幫自己祈禱 所以不要只想著自己很苦難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你要去尋求方式的 那第三點就是丈夫跟妻子的關係 做妻子的要順服丈夫的權威 在惡活所說第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節說 你們做妻子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服從主一樣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又是這身體的救主 所以教會是怎樣服從基督 妻子要事事服從丈夫 但是很多的婚姻的問題都是來自兩個都不合嘛 對不對就吵架都沒有順服 但是順服很難 其實我跟我先生每天都在鬥嘴 那個鬥嘴之後兩個都會覺得很好笑 但是我們還是會依照自己的 自己要 比如說我今天在負責我教會的部分的時候 他如果干涉太多 那我就會反擊這樣子 但是那種反擊是為了要讓 你要尊重我的這方面的事情 那我尊重你的決策 所以這是要彼此彼此擔待的這樣子 但是聖經也說喔 做丈夫的你不能是一個獨裁者的角色喔 應該對你的妻子表示尊重 太太順服 丈夫當然也要尊重啊 所以做丈夫 二活所書第五章二十八節 做丈夫 你也要應當如此愛自己的妻子 如同愛自己的身體一樣 那愛自己妻子的就是愛自己 所以這個是非常 但是這是一個很深的功課啦 真的是需要個人 每個人都要回去 我到現在都還在學習 所以我先生就被聖神觸動之後 以前他很兇 他非常兇非常兇 那兇是因為他有壓力 他真的超兇的 我真的只能這樣子 兇的不得了 然後我就好怕喔 然後後來呢 他被聖神觸動之後 他知道他不能兇 因為旁邊還有一個神在 我們的主在看他陪他 他就覺得主都那麼柔和了 怎麼他還這麼兇 他就覺得很丟臉 所以他的語氣從那時候開始 就一直降低 一直降低 然後我的語氣就開始 一直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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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跟他講 他就說 我現在最常跟我講 你每次都對我那麼兇 我說你終於知道被兇的感覺了 你知道風水輪流轉 現在終於看到我出頭天了 沒有這是開玩笑的 然後我說 你就知道你以前對我多兇 我多害怕 他說 真的是很慚愧 他很慚愧 很對不起我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非常的溫柔 非常的溫柔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做錯事了之後 他就不敢去面對天主 或者是他覺得他受到傷害 或者是說 他遇到不願意面對的事情的時候 他最怪罪天主說 主啊你都不幫我 我為你服侍那麼多 你都不幫我 然後他就不想來教堂 他就覺得主不公平 所以我們就是要 我們要知道說 天主他給我們的 我們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你就是要知道 醉疚感是來自於自己 不是主給你的 所以我們不要活在自己的 醉疚感裡面 然後讓自己 失去 來找天主 這一位這麼好的 阿爸父 他是我們的父親 也是我們的朋友 也是我的自己 真的 我真的把耶穌當成 我的非常親密的自己 我隨時刻刻刻刻 跟耶穌講話 這樣子 尤其是我老公 在大生的時候 我說主啊 治他一下 治他一下 我真的受不了了 一下子他就停了這樣子 然後每次我就回法 我說主啊我們又贏了 你就知道我們 每天就是把生活 把耶穌都掛在 我們的生活裡面 就對了 所以啊 那在真言第三章第五六節說 你們要全心依賴上主 總不能依賴自己的聰明啊 然後步步體會上主 他要修憑你的行徑 我相信天主 他都會按照他的標準去做 我們生來就是不完美嘛 無法對事情都做出 非常準確的判斷 所以我們必須要相信天主 如果我們做事 只依靠自己的感覺去做 那我們可能決定 我們的決定可能一開始是好的 可是後面可能就很悲慘了 所以呢 我們在做重大的決定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 要向天主祈禱 請天主帶領我們 尋求他的指引 所以天主他就會 他是怎麼樣 修辭我們的道路 他會幫助我們 按照他的標準去生活 所以我們就可以 避免在人生的路上 跌跌撞撞 你不要每次都碰撞了 才回來找天主 你要先問天主 我要怎麼走才好 主會幫你準備很好的道路 讓你走的 那有一次呢 我為什麼要分享這個聖經章節 就是主要修憑我們的行徑 這又跟我先生有關了 每次都在講他的故事 有一次過年啊 我們就都會回去土庫嘛 因為我們現在住嘉義 那我們都過年的時候 會回去土庫 回去土庫那邊 回去土庫那邊 回老家 那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去土庫天主堂 望迷沙 那教堂裡面那個 那時候是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神父 越南神父在那邊 所以越南神父 他們很喜 他們會常常做一棵樹 在前面 然後上面掉滿了那個 聖經的章節 有沒有 好 然後呢 那天土庫也是 土庫天主堂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 祈禱之後 一定要去湊一個聖言 就是去領一個紅包的聖言 這樣子 你知道嗎 很奇妙的是喔 我先生就 就是他那時候 公司還很忙嘛 公司很忙 他又要到教會服事 然後呢 他有很多的擔憂啊 他有很多的 還有他自己要他的投資啊 就是他一個人也要做 因為他只能一次做一件事 他很專注的 所以同時 有很多事在吵他的時候 他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說 你跟耶穌求吧 你先祈禱 然後再去抽那個 去拿那個聖言這樣子啊 後來你知道聖言 給他什麼嗎 就說 你要 聖經的就是 你要全心依賴上主 不要依賴自己的聰明 他要修憑你的道路 所以我先生就說 哇 主啊你真的太了解我了 然後他知道他的擔憂 所以總歸一句話 他就是全心去依賴上主 所以呢 天主他就是這樣子 愛我們的 那天主的愛 他不是白白給我們 他是我們要相信 要與天主和好 因為我們因為相信 才能站在他的恩典裡面 我們也因為天主的榮耀 我們要歡喜的去盼望 天主給的恩典 是值得讓我們去歡喜快樂的 那得救是天主的恩典 服侍天主也是主的恩典 所以呢 我們在我們的生命中 我們在恩典中 我們要怎樣喜樂 所以我們才可以去經歷 天主給的各種恩典 我們的每一個人的生命 我們都要 我們如果知道自己在受苦之後 我們就會生出怎樣 忍耐 堅忍嘛 那堅忍會成為你生命的特質 所以當堅忍成為我們生命的特質的時候 他會幫助我們從憂慮中走出來 我們會得到釋放 所以我們不必太憂慮太多的困境 因為我們可以承受得起 可是那帶來很大的盼望 是從患難而來的盼望 因為你處在很順順遂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天主給你的恩典是什麼 唯獨在憂慮或患難當中 你得來的盼望 你會發現他不是假的 他是真的 所以神啊 天主也特別將聖神 將他的愛交灌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 所以我們要忍耐 但是忍耐不是咬牙切齒的忍耐 而是真的歡喜快樂的去 充滿天主愛的忍耐 所以這絕對不是人靠著自己 你就能辦得到的 那在第四點就是在這個愛的盟約裡面 天主雖然苦難的 雖然痛苦憂悶 他能承行旨意 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為了就是要跟我們 訂立一份新的盟約 就是愛的盟約 所以這份盟約是自始不渝的盟約跟承諾 所以從此以後 我們要跟天主聖山之間最重要的關係 就是永恆的愛的關係 天主知道這份愛是可以給我們的心靈 帶來平安跟喜樂 他可以滋養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要將這份愛的盟約 刻在我們的心頭上 天主他非常看重 和我們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所以盡在一切的需要的裡面 我們都要 我們都會在這愛中被聖化 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要就像 我們做父母親的給我們的家人 給我們的孩子什麼愛 天主就是像這樣愛你們 這樣子 所以你願意 你願意 所以今天你願意去接受天主的招教嗎 我相信是的 因為你沒有出去玩 因為你沒有先顧著自己的享樂 你今天願意出去玩 坐在這裡面 我想天主已經招教你在他的身邊 為他做事了 所以我們 我相信天主一定會大大 示下恩典在我們當中 那我們也願意 主的愛呢 去降福每一個人 也溫暖了您 跟我的心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